恭喜滾烫哥哥 恭喜滾烫哥哥 以一万八千五百八十七的火力值 获得了初评演唱会的胜利 我们赢了 赢了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毋庸之疑可能哥哥赢了呗 让你们赢 第一次嘛 我们下次努力 弟弟们 我内心没有觉得输给哥哥吗 我们还有机会 我必须得赢一回 输了我就屡败屡战 全体成员请注意 本场演唱会竞演规则 已在练习室发布 请看大屏幕 本场演唱会为 追击生存战 总务活力值更高集团获胜 获胜 获胜集团全员安全 失利集团全员危险 也就是说失利的集团 要开始淘汰人了 我跟你说 只有一人大家一个一个丧 输的 说不定都淘汰 赢的都晋级 你危险 我不危险 就完事 你危险 我不危险 就完事 完事 我很担心 我很担心 我真的不想我们再输一次 一下子来了那个杀劲 突然感觉我们必须要赢 所以就没有个人的那种感觉 就是集体的 对 没有单单的成本 就集团跟集团PK 哥哥团队对着弟弟团队 哥哥赢了 弟弟肯定会不服 弟弟赢了 哥哥绝对会挂不住面子 所以两方会为了自己家族的荣耀 去拼 来吧 我们弟弟集团 每个部落都在发挥 每个部落的优势 无论是歌曲方面 还是舞蹈方面 还是手唱方面 你在我面子 我就我在上面跳 分配得很全 让他们觉得我们弟弟队 也不是好欺负的吧 弟弟们能力还是很强的 但是我们肯定一共是 必须要全队安全上 所以哥哥们还是需要 讨论一下战术的 轮歌其实是有唱有跳的 轮歌可以和有掌镜 有掌镜是rock 有碰撞 如果风格不一样的话 克勤大哥可以打 弗龙飞打一反差 我觉得整个哥哥组的优势 就是整体的思考 会更趋向于成熟和完善 这个应该回到选担好的 这两个 我觉得只要我们做好的话 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怕 你现在必须要搞到一百分 一百分 来一次 哥哥 你要拿出哥哥的风范出来 对 号码过来 我们不会太介意 我们今天会用 百分之百的能力来对战 你好 如果说必须要走一个 那肯定不能是弟弟 这次弟弟组有点来势汹汹 但是路死谁守真的不一定 我们整个第一集团目标 当然就是守住全园 就是想赢怎么了 如果你们不能飞去 我们飞去 我们来到 我们等着你们 在那边 等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酷 直接就燃了 披荆斩棘第四季第二场演唱会 现在开始 有请滚烫学长胡海权 现场的朋友 大家好 披荆斩棘的哥哥海权 我要回来了 欢迎来到由实力颜值兼具的三星折队屏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的披荆斩棘第四季 AI折叠实力升级 一路共斩荆棘 好 比赛开始前 我们还是要首先感谢来自湖南省长沙市 湘江公正处的杨婷婷 王一曼 谢谢你们 披荆斩棘第四季第二场演唱会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跨腹竹日 跨腹弹红志乃与日静走 追逐太阳的人身上自然 会闪耀万丈光芒 重要的也许不是成功与否 而是行动本身 无论往哪儿走 只要走下去 追到底自光明 披荆斩棘第四季第二场演唱会 现在发布敬演规则 两大集团各拥有四个部落 共八只部落进行 接力追击 集团火力值 由部落全员秀 与X-Man同取对抗秀 火力值决定 总火力值更高的集团获胜 获胜集团全员安全 势力集团全员危险 那么首先要进行的是 部落全员秀 在本轮进行中 两大集团将轮流表演 八只部落接力展开追击 每个部落所获得的火力值 将直接为本集团 累积总火力值加成 请各位部落的哥哥们 全力以赴 也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谨慎投送 心跳加速 紧张 不要紧张 你还戴着手套 这么帅看 全队支撑你有手套 你有金刚拳 你怕什么 好 现在八大部落 已经叙事待发了 率先出战的是哪个部落呢 请看大屏幕 首先为我们带来表演的 就是林一伦部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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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一 决一 打开场 开个场 给他热场去 开起来 加油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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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们胸切 加油 让我们共同期待他们的 华丽舞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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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哥哥们有什么想法吗 好 我们大概的有一个初步的想法呢 就是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设计 我们呢有负责高音的 负责说唱的部分呢主要是 负责说唱的部分呢主要是 在打鼓的部分呢可能真的大家也是在打鼓 而且至少是大鼓 两米的那种 我觉得基本上哥哥们想的跟我们哥想的差不多 好 真的是很开心 大家基本上想的是一致的 我就直接觉得 嗯我们直接就在第六弓等着大家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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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马师来了之后给我们更多的信息 我们的心气是很高的 好 再这样 再这样 哥哥们我们走位的时候 我觉得也不要那么松弛 我觉得你们太过于松弛了 就是你们眼睛里面没有想赢这两个字 彩排带给大家的打击还是挺大的吧 那人都散在台上了 不太及格 确实不太及格 说实话 嗯 看了很多遍 其实还是就不够熟 走位不熟 舞蹈不熟 那怎么会好呢 我就觉得要一直跳 上深乐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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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因为彩排的时候觉得有点伤到我了 我是一个那么好强的人 其实我内心非常想赢 非常想赢 因为我来之后没赢过 我为什么不想赢 副歌输过两场 对 那个啥 一枝花 一枝花也没赢 一比一也没赢 要将复仇进行到底 我跟你说 早知道一比一跟你PK就不唱慢歌了 唱慢 不唱慢歌唱快歌也输 不唱慢歌唱快歌再跳 再说唱加唱再追再跳 我要把元素全夹进去 为了赢你 你还不睡 不是我睡不着 我该躺了好久了 而且我跟你说 袁生杰和蔡明耀 已经昨天就睡了俩小时 俩个舞台 就是担心 担心他们两个会影响铁衣的练习 所以他们如果在铁衣上出错 打断他俩的腿 没 辛苦 不辛苦 来吧 兄弟睡了几个小时 两小时 今天就是拼了命也把这个干完 要不要我帮你顺一下动作 我怕你一会儿搞混 我自己想想 对不起 你先想要 那个 手抬下来 那个是 叫 来 谁一个 来五六七八 谁敢与我一人 王秋 包子 他是可以教别人的 他完全有这个能力 让大家能够很顺畅的这样 滚动起来 每个人从头跳一遍 把自己的跳出来 然后不带镜子的 solo只能不带镜子 因为这样是进步最快的 我先搜 王秋 那次 就这块如果能做得更好就更好 就是这个 拉 拉 哦 对对对 拉 哎 你用来 包子 他就自己跳出来组织大家solo 他会主动的去告诉我我的问题在哪里 你好 这个是个稍微的肉桂光 这个点 一开始 三角 打拼 他其实就是担任了副队长的角色 对 所以 对 我倒没有想到这一题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副队长 嘿 早安 嗨 该吃饭了干嘛呢 我减肥呢 别人吃饭我画画 我好想吃汉堡 你这叫什么 望眉止渴画汉堡充饥 不是靠我自己 现在Z Fold6里面有涂鸦生涂功能 我随便一画 稍等一下AI自动生成 好 那我给你画个披萨看看 那我给你加点薯条吧 来点热量充饥 我这个是艺术 我真是谢谢你俩了 我这个是有不同风格的 看我这个拟针风格的 看着就很有食欲 看看我的3D卡通风格如何 咱有了三星折叠屏 人人都是大画家 真的 爱了爱了 连续十次 错一次重来好吧 对 不不留看那边 你不有汉语潮 我也挺开心的 走 一直大家都在跳 就大家抱成一锅 然后大家一起再为了一件事情 去努力 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我喜欢这种热靴的感觉 一二三四 现在你们的状态 比刚才好太多了 我曾经追着太阳 是一心要往上趴 但我现在内心太阳 不是这样的 我现在内心太阳 就是我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只要努力的 把这件事情做好 同时我要为此而复出 去继续努力 一点天定 二点明目 三点口力 一掌冲天 醒 哇 我起鸡皮疙瘩了 谁敢与我一世方求 路尽头战不朽 在与民数决斗 旋风出桥开闪眼 新年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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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黄沙周蝶莫停歇 自行沸腾如寒天 万千金里手门前 宿命谁有奈落 此时谁愿归以后 天地就在我心中 我 跟那梦军看兵 多少争战立马黑云盖 快点出地 万千几块败 在了零点山门外 心也漫漫过去那 从中关天也茫茫 千万四分九尘满 风啸啸天 寒 我依然破千山 若青龙我最成败 穿回江海 不放玻璃附近 不会昂首万开白 做时候扫阴开 长啸港尘埃 风车热血脉 很糟糕一笔来 再提开千万山 一起灌入海 金刚天衣 英雄傲视天下 如苍白 恩仇在 血痕来 风秀山河盖 誓要让你比千百 此去皆被害 谁敢与我一世方求 如今头战风秀 再与民数折斗 我自荡官乱赴不留 我自荡官乱赴不留 劫富有恨与众 返着俗世重逢 不命 真的 老祖都全部出租事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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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恐怖 明术悠悠悠 谁心头求凶 隐气没有藏处 是谁九招 成功 这利好隆隆 刺刺痕愚愁 分家再动快 跟天一共败 翻遍风雨骚 这尘埃 我不内不外 自有双全赴重来 谁敢与我一世忘求 如尽头战不朽 再与明术折斗 我自当万万赴不留 皆不由恨宇宙 伴着俗世冲头 凭着铁血走红过胸关 凭着铁血起声又违寒 凭着铁蛋一绕着山川 凭望这一生天地该换 凭着铁血起声又违寒 谁敢与我一世忘求 如尽头战不朽 再与明术卷落 再与明术卷落 与明术卷落 我知道更万不不留 以这能量 소�한다 要紧张 从未来多嘛 凭着铁血起声与我 以估计 还和我们相拥 旻怪答你 唤之 maker ティノ 我留在学了 我第一次看那么大东西 莫名其妙 说明你被正气所感染到了 林依伦代表了老当义壮 这最后的顶了 林依伦哥哥的秀 对开场确实很惊艳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流行的音乐结合 太厉害了 凝聚中华精气神的一种 表演的项目的模式 而且特别在中间有一个击鼓的那种动作 感觉是控制这个师在走的时候 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太拔气了 今天这个头炮打得好不好 充满了力量和东方色彩 而且男子气概 几位呢 用自己的方式跟现场的朋友 正式打个招呼好不好 来 北京菜手林依伦来了 辽宁 辽宁 西洋 海涛 来了 来了 上海 福都 宇仁杰 来了 台湾 嘉义 书彭尤 来了 好可爱 好可爱 刚才这个表演啊 特别有咱们中国传统的精神 而且看到很多传统文化元素 我想问一下我们林队长 伦哥 这首歌你们五个想表达怎样的一种精神 其实我在之前我是一个冲浪男孩儿 我在网上已经看到说没事吧 他们怎么会选一首这么难的歌 这个怎么呈现呢 其实我们很有幸接受了这个挑战 因为我们来披荆产棋就是为了这个 并且我们非常的有幸请到了咱们中国 飞移传承的广东的武师队 让更多的歌迷朋友真正了解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 让我们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 说得好 第一个表演已经结束了 现场的一千名观众朋友们 支持林一伦部落的表演 请按01 到几时60秒 投送时间 现在开始 投一号 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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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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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哥哥加油 投哥哥这个时候也是我们的分 对 投哥哥 谢谢 谢谢你们 希望我们这一场的火力值直接充满 你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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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百八 一号 谢谢 林一来了 好 好了 时间到 你们这首一轮为自己的集团累积了多少火力值呢 请看大屏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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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林一伦部落获得了八百火力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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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百 好 好 好 那么低 我出舞台的时候没有这么低过八百火力 好 好 五分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八百九 不错 我觉得自己挺丢人的 因为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这次舞台上 我希望带着我的弟弟们往前冲 结果公布成绩之后 虽然我没有看到后面的成绩 但是我知道八百的火力值肯定不算高的 我当时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再次感谢几位的精彩演出 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要给你们 刚演完的呢 是要去那边对战台落座 观赏接下来部落的表演 好的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投票 谢谢大家的投票 他们真的是 我觉得 我们哥哥们好不容易 对 我觉得我以为只有八百 可能四十左右 八百五也有点 不容易 可能第一个 对 他有压力 而且他以八百为主 我觉得其他这是八百一八二 或者什么样 就是慢慢慢慢 我觉得 浮动都是在那种八百左右 今天就卡死在八百左右 对 八百是个点 对 状态那么好 还练呢 来 刚好给你一个宝贝 苍诚被剑叶不磁感小粉瓶 他加的磁感胶原 可是叶不胶原蛋白胎的嚼嚼者 这么厉害 里面含的JAJS 更是真皮层关键营阳 在皮肤纤维里见缝插针 想象一下皮肤里面有一张网 稳而有力 少不了他的助力 来 干一个 希望咱们舞台上都专业在线 满分上进 还真不错 我们滚烫哥哥集团 首轮已经获得了八百的活力值 那压力呢 来到了接下来要登台的 炙热弟弟的部落了 到底是哪个部落 被派出来追击哥哥们呢 请看大屏幕 追击零一轮部落的就是 胡夏部落 胡夏队长 请公布你们追击的部落是 伦哥哥的部落 铁衣 铁衣 因为铁衣里面有一个我的梁子 这里边是有个人恩怨存在 因为在上一场的比赛里边 是夏夏队包子两个人 从弟弟和哥哥站队 包子输了 完了两个人个人PK 包子输了 所以包子这次说 哥 我这次一定要跟胡夏干 加油 加油 行吧 加油 谢谢龙哥 加油啊 我们弟弟主啊 胡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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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一个很好的队长 因为我没有做队长的经验 我也不想 炙热弟弟 火力值排名第一的成员是 胡夏 恭喜成为队长 为什么会有我是 是火力值啥 我也没想过我会值第一 我不愿意往中间走 我喜欢待在角落里 我觉得很自在 可能是一种习惯 走着走着我就走到旁边 当保安去了 就像小时候 不想举手回答问题 也是一样 现在邀请胡夏来到台上 让大家表明一下自己当了队长之后的决心 胡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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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慌了 才第一次录制 其实就已经感受到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这个披荆斩棘的这个感受了 然后我要说啥来的 我是真不会 我觉得也可以看一下网季的西哥他们就是披情歌的部分他们会怎么去处理 不过是梦寐以求 长大了 怎么你不快乐 一边哭 一边丢 一边推 一边走 扑这个事情那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是一个比较平静的人 他们这主题好好 好棒 怎么办 我看完了 没那么有自信了 我也是 我昨天 我看完之后有点慌了 所以我们也要想一个主题 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在你眼前我是谁 这首歌的一个情绪就是非常的卑微 我们是一个四个人的合体舞台 我们需要四个人的同情公正才能去表现出同一的情感 我们就多聊嘛 就彼此分散一下 因为有时候去共性别人的话可能更能快速地找到感觉 进入状态 我想想 我绝对面对我以前的感情我都翻篇了 所以我很难地去揭开这些事情 我不太会让自己陷入到这种情绪里 你说这种情绪有没有 一定有 但是可能在我这我会 也不知道是去躲还是怎么样 我会很快地就 让他不在我的这个 别老投进那个去 所以有时候我就 会比较淡在这一块 我觉得大家可能每个人内心都会有破碎时刻 所谓的特别难的时候 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 其实都不愿意去说出来 我自己前几年比较颓废的时候 那种状态 就是每天睡起来就已经五六点了下午 我不知道我该干嘛 你看工作上我也不知道我该干嘛 生活上我也不知道我该干嘛 我来北京十一年我也不知道 我还要回到老家吗 但老家那个城市对我也是陌生的 就是非常没有归属感 没有家的感觉 其实过了三十这个坎吧 真的就很神奇 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古画的三十二历 你会发现真的突然就变了 就是以前我真的是一个 一个热血的少年 我的出生到二十岁 我觉得是我最完美的二十年 就家庭幸福 我从小是被我妈妈灌大的那种 但突然一下就这么一个人就离开我了 我小时候我一直觉得我爸爸是一个非常 非常伟岸的退伍军人 我觉得他是一个超人 他什么都会 乃至到了那头几年 我妈妈刚走的时候 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如此脆弱的人 他会在儿子面前哭 从来没有哭过 我 我的二十岁到三十岁真的是 一团糟 没有任何规划 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挺魔幻的 就是突然有一天 我 我在我儿子的家长群 就那个什么感觉呢 就是 就当时会有一种自我放弃状态 就个人原因啊 就是那段时间 全部都很麻烦 就是这样 就是我没有出口 就那段时间 就我一直憋着 我一直憋着 大量的时间一个人 就觉得 还能干什么呀 我一抬着 可能就那个位置是钢琴 那个真的是好厚的回来 就好久没摸那个琴了 那我就摸一下琴 我就陆续又写出了 我去年发的那张片的歌 音乐是很神奇的 从去年开始 我自己的世界 又活出了暖色调 我尚有我的父亲 我还有我儿子 只有我在为他们负责 只有他们在为我负责 我得好好地努力地活着 擦了一池车 我第一次遇到 我第一次遇到 比我还爱哭的 真的 我们队好感性 感性是好事 他把我们真的当兄弟了 他可以把这个事情 跟我们分享 我就希望我的部落的成员们 都可以把各自的亮点 给他展现出来 包括缓缓的这个钢琴 你整个时长五分钟的歌 他要从头弹到尾 停 只能靠宁环宇的心理节奏 走 我们都跟着他走的 大家都很淡定吧 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们不觉得 这个不插电的 声音的方面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自己当时很惶恐 这么大的舞台上 然后就是一个电钢琴 然后你在那儿相 都不相当于清唱吗 就是这种感觉 拥抱让你好累 爱得多的人总先变虚伪 完全没有问题 我觉得非常好 你可以唱我 非常好 你这是非常能唱的 我们三个都是哀人 一开始的时候 一直在破碎 然后回家就一直这种 溃然不动 我们其实会被 队长这种情绪所影响 他像海水一样 可以包裹你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在很稳定 很安心 晚安全世界 晚安马克巴克 晚安马蓝山 我就可能在他面前 我可以去做回自己 烂脸的道尔顿 道鱼马 黑脸的观光 战场上 就是这些不断地交集 然后相处 才会四个人在一块 也有一种 频率吧 所以我们在彩排的时候 看到那个三行诗 瞬间就能把所有人 拉到一个画面里 螃蟹在剥我的壳 笔记本在写我 漫天的我落在风雪上 雪花上 而你在想我 多么绝望 你不可能想我 除非世界颠倒 你才会想我 但是世界不会颠倒你 他表达了一个特别贴谢 这首歌的一个情绪 这首歌就是非常的卑微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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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排完的时候 听到这边在醒鼻涕 听到这边在哼哼哼 我说哎呦 其实大家都进入到哪个状态里了 在他们觉得他们缺乏一些自信 会认为自己唱的不能完成的一个事情 最后他们完成了 他们做得很好 我觉得这是我的成就感 我好爽 这首歌以前有吗 很少啊 我都是一个人唱的 我哪有这个成就感 现在的感受是 我非常愿意当我们部落的队长 因为这个想 是我的队员们给我的 而不是我有了改变 是我觉得 不行 我说这个好像要绷不住了 就是这是互相的一个 是他们给我的信任 啊 然后 对 所以我很珍惜这个 这个 这个过程 胡夏他并没有带着我们 一定要夸复昨日 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要怎么赢 他只是专注当下 我们能够聚在一起 我们能够变成一个部落 我们一起去为了这个舞台去 去克服困难的这个过程 他不就是跨父主日吗 对 对 对 你也是 对 你也有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的多的人总先变虚伪 Zither Harp 走得越惊心越想滋味 从未卸下防备 不如早就把我向外推 彻底粉碎 在你眼中我是谁 你向我打底水 彼此交换喜悲 爱的多个人总显到眼泪 在你眼中我是谁 你向我代替谁 彼此交换喜悲 爱的多个人总先变虚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彼此交换喜悲 那将被爱的滋味 我拥抱让你好累 爱的多个人总先变虚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的多个人总先变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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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 Violet 我喜欢我 국贵 很棒 好倾气 太耗猅了 我心目当中MVP就出来了 很有味道 整个就是一个剧 然后每个人又没有很过分的演什么 但就是在诉说 弟弟可以啊 他们四个人唱的表现 那每一个字和每一句词 都是极其浓烈的感情 以及诉说的那个感觉 是可以让人感动到的 从他们四个人的嗓音里面 听到了每个人 对于谁这首歌的理解 他们去追击铁衣追击 只能说铁衣运气不好 大家好 我们是 小迷糊部落 你们是觉得自己这个团队 是真的很迷糊吗 因为我们迷恋胡夏 迷恋胡夏 所以迷糊 对 我们真的很迷糊 在选歌的过程 跟这个开会的过程 前半期我们都是 在一个迷糊的状态里 搞不懂这个规则 是 就也不知道要怎么做 然后我们第一次跟这个导演 开制作会的时候 导演就说我们是糊里糊涂的 然后这个部落的名字 就从这儿来了 我很想知道你们四个 在整个团队里面的 这个担当的分工是什么 分别介绍一下自己 我在团队里担当的是智慧担当 智慧担当 不是我吗 他是智慧担当 对 一则是智慧担当 我是智力担当 智力担当 我是睿智担当 胡夏呢 担当 是我们的担当 他是担当 我把他都说了 看来是真的有点迷糊 我想知道 在准备一工的过程中 队长平常是怎么带领大家去练习的呢 我们其实一直困难的点是在找一个画面 就是需要大家把每个人的情绪都放到一起去 所以我们手上有一张纸 上面写了三行诗 来 我们小迷惑团队给大家来一个四人组的诗朗诵 来 螃蟹在剥我的壳 笔记本在写我 漫天的我落在枫叶上 雪花上 而你在想我 这个真的 傻 螃蟹不可能剥我的壳 笔记本不可能写我 我不可能落在枫叶上 雪花上 而你不可能想我 是我在剥螃蟹的壳 是我在写笔记本 是枫叶和雪花落在我身上 是我在想你 不非世界颠倒 你才会想我 但是世界不会颠倒 你也不会想我 好热 好扎心 其实我们在唱的是我们四个人就在唱我们部落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 彼此交换喜悲 就是交换男生的心事 看到那几位哥哥了没有 看到了 我们对战位上附落的几位哥哥呢 手里面有一个听劝首服 当然了 你们是你说我听还是你劝 我不听不听不听 自己来决定 好 来 这个是我跟胡夏的有点就是兄弟之间的私人恩怨 所以就是 看 听哥哥一句劝 不管谁 爱谁谁 听劝 富哥说啥是啥 好了 那究竟是胡夏部落火力时 能够超过我们刚才表演的林一伦部落吗 支持胡夏部落的表演 请按02 准备好了吗 倒计时60秒 投送时间现在开启 二号 谢谢大家 二号 二号 谢谢大家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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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分数肯定很高 很高 他每个人表现都很好 都很完美 我倒是好担心 胡队长 你呢 跟我们包子哥呢 这个相爱相杀很多年 你预估一下 今天这一轮的追击赛 是包子哥有里有面 还是你更胜一筹 说个狠话 快点 这个怎么说 这个不会说的就是狠话 因为两个风格 一动一进 我觉得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能够 四两搏千斤 谢谢各位 那胡夏部落能否追击林一伦部落成功呢 答案已经出来了 请看大屏幕 你猜多少 四 我觉得会八十五分 八百三十四 八百七 八百八 八百七 我猜是铁衣钢 我猜这个稿 我也猜这个稿 我也猜这个稿 逗我逗 逗我 逗我 输了你一个人跳五遍 好 好 恭喜胡夏部落追击成功 加油 谢谢 包子哥继续要加油 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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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赌服输 愿赌服输 下五遍 一 三 四 五 可以了 炙热弟弟领先 四十一票 对不起 拳绩没有那么理想 没 很棒 没有那么理想 非常好的开头 有点落后了 真的 不是落后了 好的 接下来登场了 是我们滚烫哥哥集团 派出的下一个部落 他们到底是谁 选择追击胡夏部落呢 胡夏 丑爷 怎么了 龙哥 我对你有爱 真的吗 学我们了是吧 我选择胡夏 胡落 好嘞 然后龙哥追我们 就我觉得龙哥很有胆量 我觉得对抗 是一种好玩的过程 没下担忧 享受舞台吗 还是那句话 追击胡夏部落的 就是梁龙部落 这次拿到这个 X-Sound的梁龙部落 到底有多自由的选择 从这个歌名就很自由 这首歌是2007年的老歌 可以说是国民歌曲 唱响中国大地各个广场 很多00后现在也很喜欢 他们经常评论说 小时候的我嗤之以鼻 长大后的我花钱蹦迪 这哪首歌 我跟你讲 我唱一个上句 你们马上能够唱出来 这首歌的歌名 来 在我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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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让我们期待梁龙团队 带来这首国民歌曲 精彩改编 有请 好家伙 好期待 不行 这个我要暂时来看 因为今天早上 哑不说 又想需要有那种 我们一唱 大家都能呼应 我第一个想到 是叫凤凰传奇 噢 因为这四人的颜色 怎么会把这四人的颜色 吸引起来 这一种键词 成为了一种 沛哲哲 把我的武术 融入了整个舞蹈里面 Jacky Akira 黑泽桑的编舞工作 是超值完成的 咱就用西游记吧 比较简单 他就是沙神 废话我也不多说 对 但是我很稳健 可是真来邀请了 该出手也出手 这没毛病 对 两个 那猪八戒是 猪八戒 你这太得罪了 我想想谁猪八戒 我觉得可能猪八戒 就像向左一样 有趣 敢出调 敢出格 漫长夜一路分岁月的流氓 其实我可以帮你做那个男的rapp 要 要 对 因为他没有很多池 这是我 远行的感受 不应该让我 继续着 别不该无畏坚持 往下行打 远行现在的风伴 远随我 我们的行动 你可以尝试更高吗 高 高 所以 之前的 现在是 现在是 没有读 没有表演 所以声音 应该是 出现 不是出现 出现 我 對我來說是正直的 只要是正確的 我不想... 只要靠著 這組人 他們又是藝術家又是創造者 我覺得 我不是時候在這個時候 來突破 Ko-san Shanzo-san 練習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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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四五次吧 厲害 你是用什麼方法交相做舞蹈的呢 動作或舞蹈 代替 感情 舞蹈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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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俠優 所以 他真的當我是一個 地床的土地這樣叫 他不是那種 他說出來要我做 他看 他不是那種人 我看 在這個 腿 膝 膝 膝 筋 膝 他親手示範給我看 就可以 我覺得 我這一遍他 zij邊 我這遍他這遍 海西川 水 為信 艦 彼のね良いところが少しでも一瞬でも一瞬の動きでもあったらやっぱり褒めてましたしね s 你这个吗 好 是 好 是 是 是 好 谢谢 所有的教育 非常好 好 第一次我跳舞 什么时候 在我的生活 什么时候 对 我非常好 好 一 二 三 他花了十五个小时来教我 我训练了十五个小时 他也训练了十五个小时 他不然我还累些十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在后一段时间 我生了 有什么事吗 十六岁 十七岁的时候 有什么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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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十五年 一日十五年 就是他说是公表的 他很得意 就好 五十五岁 我这达了十五回 十五五个小时 一般 十五分之一 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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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小时 一小时 一小时 你好 辛苦了 辛苦了 来 走走走 你们看一下刚刚的彩排视频 然后呢 三位哥哥的表演状态 我一点都不担心 非常完美 但是你们是一个团队 三个人再怎么抢 有一个人做不好 那这个团队的工作 他就是不及格的 因为我今天看到彩排 我觉得 我说实话 应该跳棋的舞 也没有跳棋 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喊 連这个都喊不起的话 那哥哥们 你们是不是那在上台之前 你们就应该发现了这个问题 并且不管用什么方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真的说了 宋監督 也说过 任何一样 能够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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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 好 我反正 今天说得比较重啊 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秀 你们每个人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所以我说得比较直 但是我觉得你们不能这么客气 有不好的地方 是三位哥哥教他练也好 还是逼着他练也好 那就是得要帮助向左来 做到他能做到的更好 他们都有帮助我很多 尤其黑者哥哥 比如昨天我们练了15个小时 练了很多动作都已经完成了 虽然你说的那个 是不齐是我的责任 你没有办法跟观众讲过程的 我知道 观众只看节目 我知道 快乐 我甚至于做了一些 高级的 把打不解公司 但是 有什么 我可能要注意 我可能要 你可能要提搌 我可能要提搽 我做的演出 我做的舞蹈 我做的舞蹈 这么大一个唱写的时候 在这里不同了 不想干嘛 我认为她的领域 但她的领域 她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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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她的领域 是 具体的来说 她的领域 都是晴君 我们只是一人来来 她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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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制作非常好 她的领域 是 我看 是最初的時間嗎 如果最初的時間沒有 沒有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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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曳光 然後曳光 然後曳光 其實這就是我期待的 我去找他們聊個天 我先跟他們說 他們在看著我 什麼 他們在看著我 現在嗎 對 你怎麼知道嗎 他們只是訊息給我 好 我回來了 好 但這不是大問題 好 這不是大問題 我們只能詳細 我感覺自己有點拖累了他們 如果這個是功夫比賽也好 或者是演技比賽也好 我很有信心自己可以 一兩天就可以掰回來這個成績 但這個是我最不熟悉的 這不舒適的圈子 我不是一兩天就可以追上他們的東西 我不是小看自己 我是有知知之名而已 其實可能 不是可能 沒有我 他們一定會發揮得更好 我們現在有問題 我們現在有問題 我 想做你的團隊 中國人的工作 他們說 我們一起工作很開心 你說中文嗎 好 好 你就直接給念吧 我也沒關係 你們 你們一起工作很光臨 你們一起工作很光臨 我沒有在這裡 那裡 這些專業的 你們一起工作很光臨 你們一起工作很光臨 你們一起工作 我們去工作很光臨 我們去工作很光臨 我們去工作 我們去工作很光臨 但是 對 好 快 那是不,不 你到底在想什么? 回来吧 我知道 我们都知道 我们做得更好 但这不是问题 你给你花了时间 你花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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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觉得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完全不太好 0 团队员 尤其是Akira 花了很多时间 如果我们毕竟 毕竟 我希望他尊重 比较自身的 自身的自信 或是他的自信 如果你感谢Akira 回来吧 回来 在前面 在前面 来吧 来吧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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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八十九 我来吧 我知道 我也知道 你也知道 也知道 我们都明白了 对不起 我也理解向左的自尊心 我有过类似的经历 就突然到一个环境里边 你是那个 在多数人看起来是无用的人 看左看右边 人家都好像多少有点价值 就你一晚这一呆 就是你能干啥呢 我就一下子就冲到脑子上了 我有点憋不住 说实话 请留下来 找个方法 我感谢了 好 我就留下来 我们不认为你这样做的事 我会让你这样做的事 我会让你这样做的事 你知道我感觉吗 不 因为如果有人在康宫里面 我会试试一下 但一天一天就不能 一天一天就不能 一天一天一天 一天一天 我们是比较专业 你比较专业 calls 专业 争业 不是录音 是录音 所以我都这里 所以我都这里 这次是录音 所以我们必要成功 但是我们必要是 让康宫里面 所以我们必要来 你就能在康宫里面 它就 好 跟其他状况不一样 如果是其他人 我可能真的走了 我不会听劝的 就是因为他们真的来下面劝我了 我没办法 这个情谊很重啊 太重了 我们会用你的专业能力 如果你离开 就不会 我认为这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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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一个短时间 短的功夫 对 那是好 因为我真的没有 对 我没有这个 我们有很多选择 别担心 如果你走的话 我们会失败 好 好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别抗争 别抗争 他是功夫精神 对 好大人 在那些路上 掌握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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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的生活 就会 人家 叫我 叫我 对不起 对不起 两个阶段 我们是吉他奏 对不起 对不起 向左 来 功夫 功夫 我非常温暖 我感觉到非常感动 就是我受到 就两个国外的哥哥来保护我 还有梁龙哥哥保护我 五 二 就我很少感受到这样的爱 真的很少 你观众互联网的话 其实没有人会这样对我的 但是开心的是 这辈子多了 多了三个哥哥 对 好 好 不错 我们可以失败 我们可以失败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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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感受 你 是困难 我做演员 我做演员 当我开始演员 我做了一个演员 我做了《KONG》 《King Kong》 《KONG》 《Running》 《Running》 是困难 是困难 你怎么会站 我做了自己 对吗 对 不过来 你走就不错了 你回来 因为如果走 我们的团队是个赢 真的 如果我们不走 我们失败了 对 对 跨腹逐日 有一点疯狂 因为大家知道 太阳你是追不到的 可是你又愿意去追逐那个日 所以目的是很重要 但是路上的风景更重要 无论是欲望 目标 达成 还是失败 但我希望最终在某个节点上 你能放下这种感受 那个时候可能你真的是自由飞翔了 作与更多 你本来的 击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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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感觉就像 一路的方向 没有啵嗦情过 这了念的想 而且是非因果 一路的方向 让我不停 是谁在唱歌 温暖了寂寞 白云悠悠 蓝天一觉泪水在漂泊 在那一片苍茫中 一个人生活 看见远方天国 那璀璨的烟火 Yo yo come on baby girl Yo yo come on baby girl Yo yo come on baby girl 这这感觉就像 一路的方向 还有啵嗦情过 真的念的想 那些心非因果 一路的方向 让我不停琢磨 Yo yo come on baby girl 是谁听着歌 It's me 你忘了寂寞 I love 漫漫长夜一路芬芳 岁月残留过 Cent go 在那人茶人海中 你也在沉默 和我一起飘泊 到天涯的角落 在你的心上 在你的心上 自由的飞翔 自由的飞翔 灿烂的星光 永恒的徜徉 一路的方向 逍遥我心上 两人的飞翔 随我去远方 我都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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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坚持往下行走 被世界大方 伴随我们的行动 小容 叫我叫不住 变得重 变得神奇自我 天天风就破坏 尽情的去放动 今方百货相送 岁月如此沉重 早已有泪感 能被你溢水 笑容 勇敢 勇敢 在你的心上 自由的飞翔 勇敢奔强 一路的方向 笑容 无形象 笑容无形象 单纯的平等 一路的飞翔 1 2 3 作祭你的心上 自由的飛翔 燦爛的星光 永恆的長陽 一路的飛翔 逍遙我心上 燎原的邊疆 隨我去遠方 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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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liga 震 сор 作 班 喔 好 刘萱 我的天 好酷 好酷 好玩 他们这飞翔飞的是真猛 翅膀贼挺实在普通 这一局视觉系真的是拉满 这首歌曲就是一个跨界 跨到不可思议的给大家 无论是从听觉视觉 都是颠覆的一种模式 我觉得那个意象非常非常酷 黑色白色很像是内心自己的挣扎 也象征是自己内心的那些拉扯 然后到最后整个解放自由飞翔 帅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是 飞龙部落 迷迷的吉他好不好 好 阿凯莱的舞蹈好不好 好 向左的中国功夫好不好 好 梁龙哥好不好 好 好 每个队伍有自己问候的方式 不过梁龙部落稍微有点难处 因为有两位外国朋友 我们部落 这个国际感 把我半生的英文 都洗刷得一干二净 第一次和两位艺术家 包括巷子我们在一块 问我想选哪首歌 我说自由飞翔 我的英文完美 我说 这首歌是 自由飞翔 我说 自由飞翔 中翻应 还是英翻日语 交流过程 还是比一般团队要漫长很多的 中翻应 英翻日 然后再回来 再回来一个 再回来一个 对 好了 按照这个舞台本期的惯例呢 那边四位我们的弟弟 他们手中的我们的听劝首符 里面写了什么 我们这个听劝的这个部分 是这个来自于龙哥的歌词的灵感 好 五 六 七 八 天天抖擞 精神抖擞 谢谢 谢谢 听弟弟一句劝 不要天天抖擞 小心遇到对手 小心遇到对手 看到咱们俩吃玉米的缘分上 我就原谅了 对不起 龙哥 好了 我们刚才第一轮追击战结束后呢 炙热弟弟领先41火力值 那么接下来 现场的1000位朋友 支持梁龙部落的表演 请按3 倒计时60秒 投送时间 现在开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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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够了 行动里可以抓掉 对 来 来 四只大鸟 整个场地天地飞行 他能够把自由飞翔这首歌 然后变成了这样的一个风格 和这样的一个画面呈现 我一眼就进入 这么强 还能这样 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好 时间到梁龙部落 刚才的表演 获得现场多少火力值 答案揭晓 请看大屏幕 梁龙部落 这一集是 几位哥哥 先去对战席休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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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酸了 谢谢 龙哥 太牛了 哥 没有 太牛了 太牛了 还好 加油 好好 好 你看 柯星哥 你的出舞台真的是太棒了 不愧是进歌金曲啊 金曲就是 常听常心 值得细品 就像蓝妹 好 来 蓝妹啤酒 连续17年 中国香港 笑量第一 这么受欢迎吗 对啊 它的秘句就在于 它的麦芽是创丛烘焙 越品越有味 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披荆斩棘 越品越有味 越品越有味 走吧 石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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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好干啊 我们哥的舞台 我是非常的欣赏的 我觉得他们的歌 能跟我们的歌碰一碰吗 石凯队长 大家公布一下你们想追击的部落 我们选择打梁龙部落 谁菜打谁 真好看啊 天啊 嘴怂不了一点 过嘴瘾谁不会啊 哼 就嘴厉害 怎么了 有种就把我们队打服 下次还选你 太棒了 喜欢 我这一支目标就是赢他们一次嘛 干的赢就下一个 干不赢就接着干 屡败屡战 屡战屡败 越战越勇 谁输谁赢真说不准 石凯部落的弟弟们啊 就是你强认你强 我要比你狂 他们熊人自己就是撞了 南墙不回头 我到底要拼一下是南墙硬还是自己的头硬 年纪小不要紧 他们今天选择的这歌啊 比某些团员的这个岁数还大 这首歌呢 希望带大家用自己的力量 去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我们拭目以待 有请登场 爷们儿 爷们儿要战刀 你如何行动一下你们这个队长 他就是狂 太狂了 像我这个长相的人狂一样的那种狂 干不干 问你 他想PK梁龙老师 我问你干不干 你怎么这么狂 你怎么这么狂 我的妈呀 我就想找机会好好治 你 哇 阵仗好大 龙哥 龙哥 左哥 龙哥 不是 马柏谦 维克特 你咋来了吗 谁 你把谁剃了 我没把谁剃 没有 我就是这次 你把那个石凯剃了吧 对啊 哪儿呢 这儿呢 小龙 小龙 没有 我是那个 我是 我正好在城岸 我过来来玩一趟 我们请的外援 就干你们 干 他说要PK你 他来的栏目主要就是干我 是吗 对 包干的 就是你只要把他干赢了 你无不无所谓 从手我就跟你走 对 你是这个目的来的 你上次也是这个目的吧 我上次哪里是这个目的 我上次哪里是这个目的 我上次哪里可没想干龙 你开什么玩笑 我觉得狂点挺好的 哪怕我们很好欺负 但我们不能让别人觉得 我们是好欺负的 如果说我的狂冒犯到哪位哥哥 或者说是什么 我道歉很快的 我道歉很快的 石凯部落获得歌曲 《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如果你没用 陪我到 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拿到了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的时候 你们是什么心情呢 以我们团队的实力 哪一首歌都一样 每个个人的能力都非常的强 庆联她是一个舞台历练出来的一个人 她对舞台的整体的掌控力是非常强的 浪浪的高音啊 包括她的嗓音啊 也给了我们团队很大的自信 阿伦娜 我就说她为什么一个演员唱歌可以这么好 她好像说她学过什么阿卡贝拉 我们就这首歌我们开始以阿卡贝拉近 我就那么想的 这个句好 我们试一下 来来来 两个人唱主音 来来来 四 如果你没有去陪我走 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OK 漂亮 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那种合音还挺好 学音乐也能有 主要是我们不咋唱合声 我觉得首先她挑选我们的时候 也是对于我们能力的一种认可 她会很认真地去想每个人 应该绽放出自己什么样的色彩 清廉你 唱这两句歌的 唱歌 OK 写唱歌 来就没什么时候 我就知道我没选择 唱歌的节奏 唱歌的 flow 我们可以自己去想 自己去写 去贴合这首歌的内容 包括这首歌给我们的感觉 唱歌词要好好使用 唱歌词没问题 我们清廉 可以吗 可以 我们清廉是咱们 可以的 首先也是为清廉去考虑 可能需要一个这样的环节 去增加她自己的舞台 因为我其实我们三个 另外三个人的顺压都比较强 但是就没有她出彩的地方 容易被我们几个吞掉 对 好 这个地方还是BV留给清廉哥哥 我 对的 跟后面那个BV是一模一样的 我别爱我 别爱我 别爱我一模一样 OK 我觉得她 这一次挑战真的蛮大的 因为原先的话 可能就是在她擅长了一个rap 但现在这首歌换成了一个 大情歌就是 她一直在问我 就是这歌曲的意思 我就给她画了一个人物关系图 这是我们这首歌的整体的男人成功 然后这个女的呢 她其实喜欢的是这个男的 就用一个故事来套一首歌 就告诉她需要用一个怎样的情感 去表达这首歌 然后她好利于去写词 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我的rap的部分 因为这个是 不是我的风格 所以我一直在盖我的flow 太短对不对 这很奇怪 这样很奇怪 是啊 因为很短 所以你必须得快点进入节奏 你如果再不进去的话 到这你如果这里还在玩花活 我这里就进不去了吗 她需要在这首歌里进行说唱 我当时觉得 幸好不是我 我在心里试了她的速度 然后在她的空拍 我尝试了去freestyle一段 看能不能卡进说唱 我觉得不合适 没想到这个难度 现在到了青莲头上 嗨 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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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么轻松 都开始休息了 对 老师好 你好 可以来一次吗 让我看一下 可以 好吗 来吧 既然你爱住了我 认错是终点 整体看起来 庆莲是会有一点点弱的 因为我对 我还没去 我还没去 没自信 没写完 没有自信 对 我看你们刚才很舒适 我还以为你们所有都准备好了 施开你是队长 要带着大家去讨论确定 因为我们有很多问题要去解决 比如说青莲的rap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他自己撑这个XP 能不能撑得住 我会给他那个电 因为我知道他的就是他的磁销音 我会给他电 我觉得 石凯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试一试 跟青莲一起做这个XP 我觉得大家在一起 轻松才是最好的 我不希望以爽位的一个姿态 然后过来干嘛的 我们平起平坐 然后相互尊重 大家能够输出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所以现在我们决定的是 两个人rap 还是一个人rap 看你们 不是看你们 不要看 你这样就 你这回答就等于是 你要挑战 你要 你要想清楚 那我可以 你要挑战就给你一个人rap 那我可以 那就你一个人rap 那我可以 我可以 如果你们相信我可以 我相信 那我可以 那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单 为什么我选你呢 是 就是 可以啊 其实我是最小的哥哥 但是 师凯不落 他们都相信我 那我 选我可以做得最好的 做得最好的 做得最好的 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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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急 不着急 青莲的那个XPART 说唱的部分 一直在改 咋不担心呢 你怎么可能不担心 能陪的话就陪他呗 后面我希望是这样子 好的 可以越来越会 就是 我明白 这是一个递进的一个过程 是的 我懂你的递进的点 其实我们可以在递进那里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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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棒 对 一开始就是这个 一开始是 好 我觉得青莲 她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一个小孩 对 有很大的能量 我觉得对她来说没有难点 非常简单 很简单 因为这是她擅长的东西 可能不是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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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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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边状态好很多 你们唯一需要回去对的 就是青龙和阿如纳 你们要找到属于你们的节奏 我和青龙被点名说了一下 就觉得好像得要注意了 自己就琢磨琢磨 我其实压力还挺大的 对 因为其实队长的 就要承受这种东西 一个队伍好不好 我觉得跟队长有很直接的关系 你看你偏台了 青龙问题不大 对不对 咱们就不用扣她了 她的 没问题 我现在就是 我俩 阿如 阿如的问题 她其实也是盯着地板在唱的 我以前也有这个毛病 我们整体的舞台的呈现 其实就是关于这个队内的 统一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东西就是由队长来做的 我觉得我也一定要承担这个东西 所以说压力非常大吧 但是OK了 没有看出来 整体大家呈现出来的比较轻松 我觉得这才是最高境界 她挺让我意外的 我以为是那种 自己回去自己想 但是她那个行为很让我 你还不错 你们俩不要写得这么刻意好不好 不要等那个终点 那种转身 这个好 刚才那个非常好 我的美术牌 我觉得其实 队长不一定非得说是 把所有都揽在一个人的身上 但当队长一定要是有一个 比如说在我难过的时候 他会给我一定的支持和关怀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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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 包括我们可能有时候 也会丢失掉太阳 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目标 是为了寻找太阳 跟随光 靠近光 成为光 散发光 那些人 都不得了 在不得了 我们可以帮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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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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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吻了 吻了 怎么回事 今天弟弟们都很猛 凯凯她们表现非常优秀 我看到我都很激动 弟弟就站在台上就是青春 就是阳光 在她们身上能看到希望 很励志 很青春 一种振奋人心的感觉 她们从那个空降台下来 就要在互动干嘛 就好演唱 她们从那个空降台下来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是太阳部落 人性好高啊 天哪 施凯作为年轻的部落的队长 平常怎么去激励大家的 散养 散养的目的呢 因为我知道大家 我选大家的原因 是因为大家的实力 都是我非常认可的 所以说 她们肯定会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面对这样一个老哥啊 真的比你们很多人的年龄都大了 怎么理解 并且演绎好这首老哥 敬典 你先说吧 对于这首歌的 这首歌是 这首歌是 有三个人的故事 三个人 OK 这个男生 希望这个女生 但是这个女生 希望这个男生 但是她喜欢她 但是她不喜欢她 她主角了她 所以她想喜欢她 但是呢 这个男生觉得这个女生的心 有两个人不干净的 所以 七年好好笑 爱的希望 就是和一个人一起在未来看不到 所以算了 就是没有明天的明天 放手吧 放手了 对对对对 爱的希望渺茫了 所以干脆决绝地放手 对对对 我觉得我对这首歌 其实理解更多的就是友情 因为我觉得在每一个阶段 大家都会遇见不同的人 这个人可能会成为你永久的朋友 也可能会就是走一段路程之后 就散了 就算了 就忘了就断吧 我对这首歌的理解 其实更加地符合现在 当代年轻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吧 什么状态 就是我不想明天的事儿 我今儿的事儿我就今儿做 完事儿明天再说吧 对对对对 阿哥说一个吧 你笑着跟人家说话 你笑着 对他们仨说得都非常好 我想的就是我们把这首歌唱出自己的态度就可以 嗯 没错 你是什么态度啊 我的态度就是刚刚的态度 谢谢 怎么了就是我的态度 拳粉 太稳重了 阿伦娜 在那边坐的四位哥哥 也看到你们的态度了 我们哥哥写好的听选手符里写了什么呢 哎呀 这年龄大了 小词也费劲 昨天我特意彻夜难眠 在网上搜罗了很多励志的语言 最强最强 你最强 最棒最棒 你最棒 谢谢哥哥 谢谢哥哥 励志 好友好 在之前选择部落追击的过程中 史凯曾经表达了一下 为什么要选择梁龙部落 那说一句狠话 怎么说来着 要打就打最菜的 所以刚才龙哥可能那个意思就是 你最强 你最强 好吧 明白 我能听出来 能听出来 其实也是 我刚才在化妆的时候 我听了很多《二手玫瑰》以前的歌 《二手玫瑰》之所以被这么多人喜欢 是真的 它真的很有态度 所以我选择你的原因就是 要么你把我打扶 要么你嫌我烦 就是这意思 太可爱了 收脸了 差点 差点 我和诗凯都开玩笑 我主打一个得瑟 他说我主打你一个菜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牛的彼此的爱 谢谢大家 不要误会 还押韵的 那目前的生存追击赛的赛场即将过半 目前滚烫哥哥拥有总共1627个火力值 炙热弟弟团队拥有841个火力值 双方目前的差距是786 现场的一千位观众 支持史凯波罗的表演 请按零四 零四 倒计16十秒 投送时间 现在开启 独龙少年就是我 零四 零四 家人们 家人们 零四 一定要 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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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是有一点点的觉得哥哥可能比弟弟们要危险一些的感觉 850 来 大家 我觉得这次我们弟弟更凝聚 有一点像肖宇宙爆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们肯定会有的 我也对我们的表演特别有信心 3 2 1 时间到 来吧 刚才放过狠话的我们的史凯队长 这个结果注定要来了 是否能够追击梁龙哥哥部落呢 输了我还打 输了还打 输了还打 究竟你们为自己的集团获得多少火力值呢 我们现在揭晓答案 请看大屏幕 好 那么快 天哪 这点恐怖 这里是早安news AI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2 我们出场就能打赢比赛 抬头一望眼 你依旧还在最高点 AI时代变革 给创业生活来加灭 这点其实一心之地 还有谁来变身 三星只能戒指 只有我有我有 念念手势控制 找找谁有谁有我的字典 从来没有不一定 Galaxy AI爱了爱了无止境 Galaxy AI爱了 Go AI 够实力 本节目由三星AI折叠屏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汤城贝剑赞助播出 YAPP此感小粉瓶 专业胶原蛋白胎2.0 本节目由月品月有味 连续17年中国香港销量第一的蓝味啤酒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利朗简约男庄赞助播出 利朗简约男庄实力奔赴简约不简单 本节目由香飘飘咪口如鲜果茶赞助播出 咪口杯装果茶茶饮店之外的第二选择 本节目由美之源赞助播出 美之源果汁气泡饮 真果汁猫泡泡美好播得到 本节目由新生级海飞丝赞助播出 去蟹右控油 一扫油腻清爽助力 本节目由赛琳药液赞助播出 烟痛烟干烟灼热热 认准赛琳蓝芹颗粒 超级盲盒开好礼带你现场看综艺 用动感地带芒果卡唱响高光竖屏特辑 披荆斩集第四季 每周五周六十二点单更双更交替上线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TV国际版APP MongoTV同步收看 周三中午十二点 会员尊享舞台全记录 究竟你们为自己的集团 获得多少火力值呢 哦 那么快 天哪啊 这点恐怖 好的 石凯部落 获得了八百三十九火力值 他们要追击的部落 辽容部落获得的是八百二十七 略胜十二分 恭喜石凯部落追击梁老公的成功 两轮地帝都赢了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总干 这几十票很厉害 对 目前滚套各个集团一千六百二十七 炙热地帝集团一千六百八十 八百三十九十 这个分数出来的其实给了我们更多的压力吧 大家大了之前的差距 蛮危险的 我觉得各个组可以非常地明显地感觉到 就是气压非常的低 有一点点严肃 大家都觉得有危险 本来想是说弟弟们可以稍微收着点 咱这口气能缓一缓 一点都不让 对 也不能让 对 我觉得挺好 就是越是这样越有劲吧 虽然比赛是有胜负的 但是我们还是看到哥哥弟弟们 关系非常的融洽 依然在彼此给予鼓励 他们的拥抱也会给 还在后台准备登台的所有部落的 哥哥弟弟们加油 好的 披荆斩棘第四季第二场演唱会 目前的部落全员秀已经表演过半了 但其实结局还完全未可知 因为我们的追击赛还在进行 总火力值更高的集团获胜 获胜 获胜集团 全员安全 势力集团 全员危险 还不能拿高峰的话就完蛋 这玩具最完蛋 让我们来揭晓 接下来追击石凯部落 将是来自滚烫哥哥集团的哪个部落呢 根据赛前确认的追击规则 追击石凯部落的就是王正亮部落 王正亮队长 你们现在必须追击的部落就是石凯了 石凯部落啊 来来来 追击一下 追击一下 两个他们就去的是 通合很强的一个部落 所以说压力非常大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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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分数可能拉得有一点大 其实大家都是憋着一个劲吧 肯定想说要帮哥哥这边的阵营 要把它反超回来 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专注 把自己的演出做到最好 即将登场的王正亮部落 这四位成员可以说是 互换自己的看家本领 有着《快知人口》歌曲的 王正亮哥哥和维里安哥哥呢 负责教学这个唱演舞台里面的唱 那有过深入人心角色的 徐海乔哥哥还有李泽峰哥哥呢 负责这个唱演舞台的演 那让我们共同期待 王正亮部落的精彩演艺 一 二 三 鱼 加油 加油 我看到你心上演 我心里还是多少有点阴影呢 你不要 狗狗 你不要以兄弟们的状态 阴影 但是上一次去年很出圈的 就是兄弟们的那个唱演 一羽衣衫来 他就是一个动物世界的男主 他就是一个动物世界的男主 一羽衣衫来 搞不了 你什么 我们要有戏性好不好 我们要相信男主 肯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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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舞台包装 做了一个试戏的场景 是那个演员导演吗 对你是试戏的戏 这个我熟 所以我们是有试戏的人 导演 导演 导演的人 导演婚礼的人 室可不同的 看副刀 根据这首歌的歌词 我们做了一个 梦中梦的一个感觉 这个是存给 是漏城的这个人 来进行表演 没有词 专表演 好 这个呢 这个剧本 梦中梦 天马 行空的 没一个据 他有很多种分裂的一种表达 对于我来说难度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的目标还是很明确的 就是要赢得这次的比赛 那你们的角色是怎么分配的 他每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表达 我希望你们有三个层次去表达 第一个阶段是很赛 很赛 是吧 第二个层次哭笑不得 第三段就是愤怒 这短的时间 要完成三种情绪 好难啊 我都没准备好 第一个阶段是希望看到你的 一些很细腻的一些情感 比如说忧伤啊 不开心啊 或者委屈啊 第二个层次 其实你是很悲伤的 但是你还是要笑出来 第三个层次就是 就把你对这个世界补满啊 或对一些委屈啊 就是你很想爆发 就是在这一方爆发出来 我努力都去突破了 反正也就那样了 我们主题比较明确就是一个演员来面试 演员面试的时候 肯定就会有很多无奈 自己很喜欢一个角色 机会感觉是你了 然后最后又各种各样原因又不是你 从一个鼓励 失落 再到告诉自己 继续坚持 就会觉得有故事 我自己的表演方式 是有点就是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类型 就是如果我想打动对方 或打动别人的时候 我要先把自己弄得很难过 很伤心 或者很沮丧之后 可能再用自己内里 再散发出来的东西去打动别人 海桥真的就是非常触动我 你会心疼他的那种感觉 好 我就是让音乐带着我走 然后去想象 可能自己在一个 比较受委屈的一个状态 然后从那边开始慢慢进入到 呼啸不得 愤怒就是 什么都不管 就是让情绪带着我走 我也不是真的演员 那我可能就是把自己酒豁出去吧 我的吼 被我吼破了 也累了 确实压力一次爆发 牵手把它撕破 真的 就是撕破了 经过了测试之后 我比较觉得就是我们彼此 还是在自己最舒服的位置 在一弓 因为我想拿下一弓 所以我们俩为唱 他们俩为演 所以 演员角色对于海桥来说 是最适合的 没问题 导演的话 我想来尝试一下 李安的话 我觉得是导住 然后泽锋呢就是导住 我副导 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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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队伍 各个都是能抗能打 全面的六边形的战士 拍下 谢谢 我们这个唱演组有两位 非常非常的开心 你们要上吗 肯定不是要上 我有身体的因素 肠子里面有脐肉 切了两颗 其实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还不能太过剧烈 那其实唱天好 我们下一功可以尝试 我们这一功就把那个 一语一定拿下来 他们放弃了一个舞台 压在了这个上面 作为队长肯定是有 更大的压力 但同时这个压力 也发现了一种动力 就是更加地坚定地 我们要去拿下这场比赛 一段微信又做一段 如果这画面又开关 人总需要记住遗憾 人缘蹉跎 消去大落 难道是一如当初有话没讲完 我是这样认为 因为现在有四个角色 我觉得哲峰演导注 是特别合适的 副导这个角色 我反而觉得还挺适合 还巧的 演员在黄正亮和维里安 不管谁演 演员这就是一定要能唱 开头你这个声音进不去 你整个去就垮了 上面就是说海桥唱歌 站不住脚 我就觉得他能唱得好 就是刚刚给他简里出来的 这种演唱的信心 可能在那一下对他就是有点 其实肯定是有打击的 其实海 因为海桥其实那天 我就给他说了一下前面怎么唱 他这个出来的声音 其实是很自信的 我觉得还不错 如果从结构上面 有没有比如说 把唱的东西再分配多一点 给歌手的时候 让他在表演的角色上面 我现在对唱 我现在对唱 我现在对唱就是有点障碍 我再给你信心 你还唱 是这样的 咱们就是关系本来说 咱们就是坦心说 其实我们现在心中 已经没有那个分别心 就是说你演多一点 你演少一点 你唱多一点 我唱得特别不重要 包括唱 我非常大压力 但是为什么我也敢唱 因为他们也很鼓励我 那我想说 先来着吧 我们就先拼了 我个人觉得 是更合适一点 一个片段 大家是配合的 它不是哪个说 都绝对重要 这个秀是我们四个人 缺一不可的 是 所以你不用去想什么 咱们都拿出最优秀的部分来 给予观众 然后最矛盾点 最可看性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方案是最好的 就定下来吧 定下来我们就工作了 好 那我就 我当导演 亮哥 怎么穿上西装了 上次参加女儿的学校活动 回家就被吐槽了 为啥 老婆说我穿得不够正式 是吗 这次高低得让大家眼前一亮 这身好 这身好看 这可是我精挑细选的 利朗Smart精系列西服 简约不简单 为仪式感而生 确实 设计感和质感没得说 关键时刻就得靠 利朗简约男装 加分 那就它了 好 停 一抓他 好 停一下 我再往下 脚下 亮哥 你那腿不是 是这个 你是不倒崩吗 亮哥 不是 我再往脚下使劲 再试一下 难度在演员这个角色 要做三段特别大的 爆发的一个戏 有一些肢体上的 碰撞的东西 亮球还是不好看 疼吗 不疼 没事啊 就你现在不要把那个推 变成个心理负担 对 其实它是一个行动而已 只有一种 只是有一种这个 对啊 就是这样 别太有顾虑 海翘没问题 他能控制住 他的力能顶着住你 你放心 你大胆弄 可是我现在依然不能 可还是不好看 好难啊 而且跟我对戏的海翘 他的这个眼神 走 他非常专业地回馈给你的时候 如果你不能够以更好的状态 来给他对上的话 那你就垮掉了 情绪我得 很难 放松一下 不要一直在意久 咱俩就慢慢顺 就从那儿你看 你怎么把这个情绪顺了呢 他不是说 他给我提供了很多很多表演的细节 下一次从现在开始啊 比如说我们要走这个动作 或什么呢 所有动作 你不要带情绪 比如说你走位时说 完全不带情绪 但你刚刚至少有十几条 你每一条都是情绪极其充沛的 你这个根本顶不住啊 这个东西真的需要时间 我是想让他能够先放松下来 然后慢慢地找到那个自己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第一堂课叫解放天性 让你完全外话 你的心里开心快乐 像蹦地一样 你就要做到 让所有人盯着你看的时候 你做这一切了 你只要不让我哭 不哭 来 好了 好 大板 我跟你说 喝啥的事 老板 这个土到底怎么卖 那儿有价格表 你自己看 好 老板 这土豆怎么卖 土豆 二十 怎么这么贵 大侄子 大侄子那个 鬼蛋 来 来 我们这儿抢生意是吧 不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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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语的这首歌 对于我来说 其实就像夸腹主人一样 这离我太远了 完了 有点废气 哈哈哈 亮哥 但是为了这个 貌似不可能完成的这个任务 然后你某一个去拼 还真的就在这个天 你快要摸到那种太阳边缘的这种温暖 可能烫手 但是你也很兴奋的 这首歌表达了 一个人还是得追逐梦想 在这条路上 就是像夸腹主日一样 追寻内心的那个太阳 夸腹主日这个事情打动我的地方是 他敢去逐日的这个决心 你如果是看成 他是不是最终追到了那个太阳 连出发点都错了 连接到我自己的话 就是我追逐我的 happy life 我正在这个路上 好 希望MING 改变 如何 可以 还有 那个 来 ILY 好 我 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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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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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诚勿承承承》 她说了 就是这一段 就是这段 她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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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她说 好 很难的 这段真的很难的 还挺能感同身受的 因为她讲的是 演员来面试的一个故事 其實我們都經歷過 這樣的一個過程 但是真的 把這樣的橋段搬到舞臺上面 然後這樣戲劇化的呈現的時候 還是挺揪心地看著 就是那種感覺我知道 我最喜歡的一點是 他直接去衝到導演的那個 臉部直接好起來 我覺得那一段很給力 副歌一起 可是我偏偏就是 學妹會轉彎的時候 我一下就我就覺得 我覺得完成這樣真的很扭 這首歌可能 沒有一定閱歷的人 或者說沒有一定故事的人 可能去演一首歌 對 不要輸了 好的 相當入戲的一個表演 大家好 我們是 《易語情人部落》 今天這個除了演唱之外 很多的劇情話的東西 是的 我很想知道在排練裡面 你們四位在自己的部落裡面 都是怎樣的一個擔當呢 我們四個人的這個身份 其實就像四種元素一樣的 然後呢 澤豐呢 他就像火一樣的 因為這個編這個太難了 有時候比較洩氣 或者是說需要打氣的時候 他就像火力質一樣的 然後溫暖著我們 然後給我們火力全開的感覺 對 像火 對 沒錯 像海喬哥哥就是 像水一樣的男子 非常非常的溫柔 經常就是游走在我們 三個人之中 不斷地給予鼓勵 給予我們溫暖 謝謝他 我覺得那個我們隊長 是給我們整個隊伍拖底的 他就像土一樣 帶領著我們一直往前衝 李安其實特別像瘋 瘋一樣的男子 每一次跟他在一起 不管是講話 還是接觸 還是他在工作和生活的過程當中 都覺得讓人如沐春風般的溫柔 我剛才看到一個畫面 韋李安走到 離王哲亮非常近的地方 那個時候表達的是 什麼樣的一個情緒 沒有 他導演 對 我是導演 我在好好審視這個 來試戲的人說 他到底是不是 適合李安導演的戲 李安導演 是 李安導演 真的是李安導演 剛才充滿戲劇張力的表演 我們那邊對戰席的朋友們 也看到了 我們的聽勸手符在手裡嗎 我們派我們這邊的優秀的 未來的影帝 奧如納跟他說 來 那就聽弟弟一句勸 就是好好聽 準備好了嗎 你快點兒 別當臭哥哥把我自己擋住 你就是個臭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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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之間的差距只有53 所以王正亮部落 如果能拿到一個 不錯的成績的話 就可以讓自己的集團 離成功更進一步 好 因此接下來 現場一千位觀眾朋友們 你們的每一票 事關重要了 支持王正亮部落的表演 請按05 出發了 60秒倒計時 投送時間 現在開始 謝謝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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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覺得他們分高 還有我們分高 大家在直播裡面的那種表達 幾個不同的階段 大家看得出來 都掌握得非常好 非常有信心的 我覺得他們應該會滿足 我看我好緊張 好糾結 又想讓他們投他 又不想輸 看完之後反而是更緊張的 因為他們演繹得非常的完美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現場的觀眾 還會不會曾經在他們 所表演的那首歌裡面 這個心情確實很難形容 5 4 3 2 1 投票時間到 來 前幾位回來 現在氣選虛虛的我們的王正亮隊長 你覺得你們是否有機會追擊成功 我希望再怎麼能夠縮短距離 感謝你們的投票 好 求了 是否 求了 如我們王正亮隊長所願 能夠有機會追擊成功呢 我們現在揭曉答案 請看大屏幕 請看大屏幕 給多分 快高了 披荊斬機第二場演唱會 追擊生存戰 現在開啟 炸了炸了 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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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勝集團全員安全 勢力集團全員危險 我覺得我們表演得非常好 我覺得我們會有 蛤 為什麼這麼低啊 他們怎麼可能是第一分 這一次 有一點危險 人家已經會失敗的 這 是吧 失敗集團末位 三名成員江山別舞 三個人咧 怎麼一下走三個 如果你走我走 就差了我的愛 我走 你走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愿你穿过此刻的风望 踏上岸依旧勇敢 愿你穿过那边黑暗 之后眼神依旧灿烂 愿你再次踏上 旧途的天空是一片蔚蓝 愿你越过天山 离境万难后的明天 没有的答案 既然你再次踏上岸依旧的风望 等待时间的悬盘 是新的起点 还是新的循环 如果这条路走完 回过头来看 是否会有遗憾 痛去尘埃 你破线之后冲上 时间把梦 做成了你的鼻孔 不再徘徊 奔赴下一段真诚 昨日的伤 静和在你的青春 愿你穿过此刻的风浪 踏上岸依旧勇敢 愿你穿过那片黑暗 之后眼神依旧灿烂 愿你再次踏上 旧途的天空是一片蔚蓝 愿你越过天山 离境万难后的明天 有你要的答案 既然你再次踏上 旧途的世界的感 让青春向的力量 就为不负那大力的人 期待这个目光 不厌是受过的伤 那是男人的长长 可在我曾经最脆弱 又最紧张的地方 你流而上 心意的彻色的 茫茫的电话的声音 全部都退让 悲伤的无奈的 痛苦的不高的 停止让我变更长 相信的看见的 穿着的温柔的 穿越在心里发烫 偏向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愿你穿过此刻的风 和踏上岸 依旧勇敢 愿你穿过那片黑暗 之后眼神依旧灿烂 愿你再次踏上 正度的标准 更多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